维格斯从一侧取出纸笔 他不需要灯光 也能轻易在黑暗中写字 目前发现了五个疑点 四年前 有一对土著失踪 耽误了本地走私商人的进货 损失了进白塔勒 迄今为止仍然念念不忘 而进货的材料恰好可以制作水中呼吸药剂 三年前 一艘渔船出海前往奥黛尔郊补满 最后失踪 不知去向 家人仍在祭奠 八年前 哈里森港本地法官克拉多沃爵士被铁甲沙撞死 这死的也太奇怪了 而后续者波伦巴爵士也在五年前外出 在前往海边的过程中失踪 紫爵府对此没有半点追查的欲望 五 上面这个有点勉强 感觉只是普通的政治斗争 哪来的傻子 我都能看出来这位子爵大人控制欲极强 乖乖卸任让贤不救得了 何苦被铁甲沙撞死呢 吐槽了一句 维格斯微微摇头 他甚至都懒得将这个劣迹写到哈里森港的报告书上 倘若不写 帝都的大人物可能还会脑补一点乱七八糟的恶劣行为 而这种屁大点的小事写上去 反而能证明格兰特子爵除此之外几乎毫无把柄 就这 格兰特子爵甚至可以竞选贵族中的圣人 沉思了一会后 黑发的骑士继续写下疑点 两年前 土著入侵时 格兰特子爵和大萨满对峙 一对年轻的成卫兵和那位八岁的灵能者伊恩一同抵御土著的袭击 奇迹班协助子爵击退了大萨满 最后只有最年轻的那个成卫兵和那个灵能者幸存 江藤主之士袭击哈里森港 但遭受的海兽冲击远比想象的要少 可能是受潮被人驱赶 嗯 主要一点就这么五条 每一条背后 都有可能是导师出手 或者与导师相关 可能是获取出海所需的水下呼吸魔药 亦或是出海所需的船只 以及本地豪强的资料 而后面两个 感觉是很有导师突发善心的味道 帮助帝国军民抵御土著入侵 我要是通缉犯肯定没这么闲 但假如是老师 他肯定会出手 而且 那个年轻灵能者 也是两年前觉醒的灵能吗 战力起身 骑士将笔记收入怀中 一个个来吧 维格斯很清楚 最有可能和导师有关联的疑点 就是最后一个 其他的本质上都是牵强附会 使他最近这么几天中 勉强能收集到的几个稍微靠谱的疑点 土著全副武装大规模入侵 都打他哈里森港城墙了 结果四大图腾灵只来了一个 就算是树海之灵不能来 藤朝古浪两大图腾灵无法登陆 但他们也能驱赶海兽啊 土著不可能犯献祭祭品不够这种低级错误 海兽没有汇聚成潮冲击哈里森港 要不就是被导师挡住 要不就是哈里森港与土著勾结的一场大戏 一场将哈里森港伪装得岌岌可危 将其变成一坨令帝国懒得派人插手的烂摊子 以及可以不断申请援助的理由 导师目前的身体状况 估计也就帮忙驱赶驱赶海兽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就是英雄的悲哀啊 微微摇头 虽然口中说的轻挑 但他的音调却很严肃 当年的第一骑士居然沦落到现在的地步 但对我来说是好事 以上五个疑点 无论是哪个可能 都是功劳 都有助于维格斯摆脱如今的困境 当然 他假如愿意再多等待十几天 肯定还能通过关键词检索和特定人物观察 获得更多更详细的信息 但也不能待太长时间 帝都给维格斯的考察时间并不长 他必须尽快收集完线索 找到导师 达成自己的目标 如果可以 维格斯其实还想要从希利亚德口中 询问一个他一直都想要询问的问题 一个有关于暗月动乱 以及黑王遗物的问题 除此之外 他的灵能持续时间也就是十天左右 倘若第一个周期还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线索 那第二个周期就会困难许多 他可没有相关的借口 再去接触那些人第二次 时间不等人 该出发了 看了看怀表 黑发的骑士迈步 走向门口 维格斯的第一目标 便是哈里森港以西的土著自留地 他相信 那里有他想要的线索 也有他可以聆听的声音 时间差不多到了 与此同时 伊恩也在一边注视怀表 一边注视着眼前释放着淡蓝色荧光的干锅 少年双目中闪动着水色的灵光 比干锅中的光芒更加耀眼 由格兰特子爵赠予的怀表 当初被他怀疑有什么录音窃听装置 但很快 伊恩就搞明白 这就是一块简单的怀表 最多就是上面镶嵌有三块蓝绿色的宝石 显得非常名贵而已 此刻 屋外阳光明媚 虽然还有流云卷动 但在入夜前应该不会下雨 凭借对日光的观测 任何一位哈里森港人都能知晓 现在的时间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 根本用不上怀表 可是很明显 少年如今并不需要怀表来确认现在是不是下午 他需要的 是这个时代缺少的 精确到秒的规划 另一侧 已经带上了配件 神情严肃的西利亚德沉默地注视着自己的学生开启灵能 然后依照怀表的秒针跳动 朝着干锅中添加各种材料 净水300毫升 伯利亚凝神草50克 灰灰水晶8克 蓝乌菇粉末35克 无蛇蜥蜴的脊髓神经5根 荧光枣针至23克 依照对应的时间表依次添加 使用银铅搅拌 直至表层渗出清澈的液体 心中复述着西利亚德提供的感知提升药剂的配方 伊恩认真地运用着这么两年来 他从普德长老处学习到的炼金知识 尽可能地复刻 从几天前 察觉到有人使用灵能监视自己一家的生活以来 伊恩和西利亚德除却扮演正常的一家人外 还在思索如何反击 寻找到对方的真身所在 是的 哪怕是路人都知道 来自帝国的寻间骑士 留音的维格斯已经来到哈里森港 这个人 百分之九十九 或者说 西利亚德已经确定了 对方就是那个他熟悉的昔日学徒 也就是对埃兰施展灵能 监视他们的人 目前 对方对他们估计也就是顺手监控一下 毕竟一个这么年轻的灵能者 值得花费点时间注意 所以两人真正的秘密并没有暴露 可是 不能只是单方面的隐藏 也绝不能任由这位寻间骑士自由行动 不然的话 一个有心追捕西利亚德线索的高手 肯定能找到他们的蛛丝马迹 必须主动出击 反过来监控 甚至是提前就做好干掉对方的准备 但他人究竟在哪里呢? 维格斯身居简出 即便出行 也会伪装身份 即便是伊恩已经确认 对方最近凭借占卜师和拥兵的身份 接触和殴打了不少客人和挑战者 散布了大量灵能印记收集信息 但他也无法由此确定维格斯的真实方位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维格斯激进于批发般使用灵能 现在在伊恩眼中 一开启预知世界 整个城市都是紫色的雾气翻腾 预知世界倘若再弱一点 都不会被这种事影响 就是伊恩的灵能太过敏锐 区区一个灵能印记都可以清晰显现 才导致伊恩根本抓不住维格斯的真身所在 所以 他只能另辟蹊径 既然不能更弱 那就变得更强 对方可以通过声音来触发灵能 回馈本体信息 那么反过来说 只要我增强感知力 也可以通过观测灵能的反馈 直接看见其本体所在 灵能窃听气势吧 对不起 我是灵能监控摄像头 这就是少年的想法 只要再提升自己的感知力 伊恩相信 自己绝对可以抓住对方的尾巴 从原因中 我们都要紧闷了 一定会打算成为了 请按赞 请记者 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